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来韩国真正的理由 在疫情刚爆发的2020年 我妈被针断出乳癌 接着进行了手术 当时孩子们在台湾上学 我跟阴扇无法同时离开 所以先是阴扇 后来是我到韩国隔离14天后 去看了我妈 手术非常成功 之后就是需要定期接受化疗治疗 但是在今年3月底 我妈身体突然恶化 需要住院 而因为我在加拿大 所以先是我弟去照顾她 之后她因工作行程离开后 我从4月21号开始 就去釜山照顾妈妈了 可能有很多人已经发现到了 因为我需要睡在医院照顾妈妈 所以只有担当医师 没有回诊的那一天 才会搭车回妈妈家拍摄影片 而其他日子 都是在医院散步的地方拍摄 由于抗癌后遗症 她身体活动不太方便 所以需要24小时 有人在旁边照顾 一开始 我们本来是想要请 专业的看护人员 但是在来韩国 看到我妈的样子后 为了能给妈妈心理上的安定跟温暖 哪怕只是一两个月 我决定暂时不请专业看护 自己来照顾妈妈一段日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一个月 我更新随便MartinQ影片的频率 也有点快 之前通常是一两个礼拜 或者更长时间才会上传一个影片 而最近不到一个礼拜 就会上传新的影片 这是因为我妈特别喜欢看 随便MartinQ影片 所以就想要在她还有精神的时候 能多拍一些给她看 除了中间有一段 无法进病房的几天之外 我在医院陪伴了妈妈四十多天 每天照顾妈妈吃饭吃药换尿布的时候 心里就会想着 小时候妈妈应该就是这样照顾我的 但现在看着妈妈一天比一天瘦肉 一天比一天没有精力 心里就特别难受 然后在5月30号 我妈离开了我们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原来我不是 总之这几天一直都忙着处理了我妈的后事 所以已经有一个礼拜都没有更新影片了 对不起大家 从明天开始 我会以原本的样子回来的 最后想要接这个影片 对我妈说一下 我从来都没对她说过的话 妈 去好地方了吧 谢谢你生了我 希望下一辈子 也能以你的儿子出生 我妈 我爱你